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华盛顿州的La Conner 这个小镇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北部以艺术文明 是在温哥华以南约132公里处 仅邻着有名的Skagit是盖基河谷的郁金香花田 每年4月郁金香盛开时也为小镇带来观光人潮 La Conner小镇是在1860年被发现的 是史盖基县最古老的社区 至今仍然保留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古老建筑 冬季时史盖基河口会有成群的雪雁由北方飞来过冬 让这个小镇不但有可发掘的历史还有花鸟山水 如果你喜欢艺术 La Conner也是一个值得探访的地方 因为它以艺术小镇闻名 自1937年起画家和艺术家在这里定居创作 最终发展成为西北太平洋流派 并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画家 街上有无数家艺朗有趣的古董店 以及各种风味的餐厅 你可以参观康纳西北艺术博物馆 La Conner's Museum of Northwest Art 或康纳珍织品博物馆 La Conner Quilt Textile Museum 深入了解当地的风情文化 此外,每周日夏季期间 La Conner还会举办现场音乐表演 让你在美丽的小镇中享受音乐 如果你喜欢艺术和文化 这个小镇绝对值得一游 La Conner的康纳水滨公园 Conner Waterfront Park 位于Suinamish Channel河岸 正好位于彩虹桥 Rainbow Bridge下方 是一个闭房之地 你可以带着野餐 欣赏河道上的船只交通 此外,如果你有小孩 这里也是个理想的起点 因为公园里有野餐区 而且设计了适合攀爬的艺术作品 彩虹桥Rainbow Bridge 是一座红色铁桥 横跨于La Conner小镇 与对岸的原住民保留区之间 这座桥是La Conner的地标之一 提供了壮观的景色 特别是在晴朗的天气下 您可以远眺北方的贝克山 Mount Baker 和南方的卡米诺岛 Camino Island 来到这里就不要错过 这座独特的桥梁 康纳水滨公园 Conner Waterfront Park 有一些步道可以供游客远足 以下是一些你可以探索的步道 池克特步道 Tecat Trail 位于库库塔利保护区 池克特步道是一个简单的环状步道 全长约2.2英里 约3.5公里 这条步道风景优美 提供了壮观的景色 斯卡吉特岛海洋环状步道 Skagit Island Marine Loop 这条步道位于斯卡吉特岛海洋周立公园 Skagit Island Marine State Park 全长约0.7英里 约1.1公里 你可以在这里欣赏海洋景色 并环绕整个小岛 Pioneer Park 是位于华盛顿州 La Conner的一个迷人 且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园 这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拥有翠绿的草地 风景如画的池塘和宁静的氛围 是游客们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你可以在公园的蜿蜒小径上漫步 或者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夜餐 此外 Pioneer Park 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丽的环境 是自然爱好者和历史爱好者 必访的目的地 公园内设有干净的洗手间 一个大型有盖野餐区 一个露天表演场所 以及通往Rainbow Bridge的通道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镇探索一番 Pioneer Park 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地方 La Conner沿岸 也有几家很不错的餐厅 Calico Cupboard Old Tongue Cafe La Conner Pub Eatery Nel Thorne 如果你想大吃一顿 尼尔荆棘餐厅 Nel Thorne Restaurant & Pub 听说这里的法式游风鸭 一定要试试 La Conner Waterfront Cafe Call Mexican Eatery Tecularia 这家墨西哥餐厅看到也蛮多人推荐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精彩内容 11分钟 优 antes的材料 我们都在 Enco 边编络 The The